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叶海燕 欢迎收看我们这些现场 我先请玉智博士来跟大家问候 大家好 我是高玉智 欢迎收看民事哲学现场 谢谢 我们说到命运了 我们在上一集 说来沉重 但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 我已经说过 它不只是我们相信的对象 当然还是有人不相信命运 不过相信命运的人 应该还是蛮多的 那我们想进一步来了解命运 对我们的意义 甚至于我们是不是可以超克 我们自己的命运感 那种好像受到压力 被捆绑被束缚的一种压力 是不是能够草脱 这就是人怎么去发现 自己终究可以做主人 这个主人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人的权力和自由 那我就想到 我蛮喜欢那个哲学家 齐克果说过 人其实是一个综合体 而且是矛盾的综合 他说至少是偶然跟必然的综合 是有限跟无限的综合 那我们看命运刚好就在偶然 那必然跟偶然之间 是在有限跟无限之间 应该是由于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 所以我们就感受到 我们好像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完全畅首欲违 没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去遂行自己的一个理想的追求 所以刚刚我已经说过 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性 不可预知的定数跟变数 在定数变数不断的加减 惩处之下 命运就变成是一个可以来描写 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词汇 他好像就是人生一个流程 一种结局一种写照 一种还有具有总结性 概括性和决定性的论断和评断 评定都在这个命运的理解过程之中 我们不要说算命先生的断言 其实也就是我刚刚说 他都有一些总结性 概括性 甚至于具有决定力的论断跟评定 都在他的断言之中 当然准不准 我们以后还可以来讨论 既然大家对命运都这么感兴趣 确实很多人想要去理解自己的命运 就去找算命先生 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不断地去对命运 有所感知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回到自身 就是把命运当成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 人生的基本的课题 基本上我们认为人大概对命运有两种主要的说法 就把命运当成神明的力量 名门之中它来主宰人的一生 另外一种就把命运当成就是一个规律 一个客观世界的规律 我们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认知它 掌握它 所以在这边我们回到那个这个 所谓的人终究是被决定的 所谓的人的命运是来自于某些定律 对我们的限定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命运 所以会来主宰我们大概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有它的本性 有Nature 按照这个本性整个世界种种 它就整个就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另外一个就是任何事物都有law 都有规律定律 特别是物质世界包含我们的人的身体 我们还是有生理上的一些基本的定律在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超越的主宰了creator 那个创造者 连窗子里面都有造物者 造物者 它最后还是指一种自然的力量 那这个最后的理论当然是 最后推向所谓的上帝吧 那我说到这边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 我们对命运的一些观点 就是说我们是被决定的 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我们是不是终究还是要来好好掌握自己的 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自由 好像严格来说 命除了就是我们好像被生下来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自己控制 好像似乎真的是被决定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 好像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 生活的形态 以及你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可以透过自己来决定的 从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方向来说 承认这样的命运的存在 也没有什么不好 重要的反而是如果说 透过命运我们能够知道自己 了解自己 或者是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整个命运的过程 甚至能够来安排命运 实现自己人生的愿望 那这样子让自己满意的人生 有什么不好呢 你现在说到哲学的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伦理学的那种幸福观 我们叫幸福伦理学 或者是快乐主义的伦理学 你觉得通过这样子的思考 确实可以超越某些命运感 就是我们就不要那么在意 命运老是在捉弄我们 在摆布我们 因为他就是帮我们松绑了 我们整个思考的方向 你就不会一直被限定在说 原来我是被决定的 被限制在说 我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 那有一句话我在请教 我们在从那时候儒家之后 到了当代也是一样 西方我想从康德以后 也有这样的观念 所谓的把理想当成 只是真实的不是现实的 那真实跟现实的结合 是在人自己的道德的作为之中 才可能出现 所以有一个课题 我们必须要去好好去承担 叫做转命为义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把命定的东西当成 好像没有什么 这是我可以承担的 这好像在前一集老师 在提到那个诸神 好像也是封算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让我想到 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神话 叫做薛西佛斯的神话 那薛西佛斯的神话 他据说薛西佛斯这个角色 他其实是因为泄漏天机 受到了众神的这个处罚 那这些神认为说 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 毫无希望的事情 就是要让他不断的劳动 所以就命令薛西佛斯 不停的推着巨石上山 然后巨石到了山顶 又因为自身的重量滚下来 然后薛西佛斯就不断的循环 这个把石头推上山 然后石头又滚下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神话 他其实是好像 这个呈现了人类 为命运展现的一种荒谬感 所以法国哲学家卡米尔 就为薛西佛斯的神话 写了一点评论 他说薛西佛斯 这众神世界的小人物 无力对抗却又反抗 他清楚明白 自己生存的处境如此悲惨 这正是他走下山所思考的 这个清醒折磨他 却同时也是他的胜利 为什么说这是他的胜利呢 他说只要蔑视命运 就没有任何命运 是不能被克服的 这突出人的主观的力道 就是我们叫做subjectivity 就是主体性 主体性里面的主要内容是 其实人的一个自由意志 自由的思考 自由意志 而且是让我们勇敢去承担 我想相对的在庄子里面 也曾经有一句话 还蛮值得我们思考 庄子说人间有两样东西 我们不能回避 一个是命 一个是义 义在这边我们就不谈了 义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他说君臣之间是有义的 所谓的臣之士君 义也无事而非君也无所逃予天之间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当成是 我们可以来对照的 他说命 就是人家有大戒二 有两个基本规律 一个就我刚刚说的 其一为一 不过他先说其一为命 命是什么 子之爱妻 命也不可解一心 我们整个命运好像决定 我们出生那一刻就决定的 相当大的比例 你有什么样的父母 你出生在什么家庭 这个家又在什么样的社会 什么样的国家里面 是不是 但是他用什么方式来 让这个压力减轻 指责爱情 用爱的力道 我们就爱他 不管父母怎么样 天下确实也有不是这父母 当然也不一定是与不是 就是他总是给你一定的资源 给你一定的一个你可以发展的一些本钱 有些是有形 有些更重要可能是无形 他给你的教导 他给你的一些很好的观念 所以他说只是爱情 命也不可解一心 那就欣然接受吧 是不是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庄子 庄子大概是中国思想家 里面所谓的对命运的态度 是比较大观的 也相当理性 虽然他说死生是有命 就像昼夜一般在循环 他也是认为人可以用自己的一些观念 去转变自己对既有一切的态度 比如说他有一种所谓存而不论 所谓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义 就是说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太主观的去做论断 就是随顺自然 我们所谓的顺其自然 这个基本上是庄子的理解命运的一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蛮积极的 特别我刚刚有提到说 只是爱亲命也 这是人的一个对我们最大的限定 就是我们是谁的孩子 我们就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 先天的后天的好像很多都在那个 跟父母的关系里面不断地滋生 不断地发展 但是庄子说指着爱亲 你爱他 你们的关系就会好 父母也一样会疼爱你 当然是应该父母主动先疼爱你 因为我们小时候一生下来是茫然无知的 但我们慢慢也知道要有父母的照顾 我们相对也会做出一些回报 你觉得这确实是来真的翻转命运的一种思考 一种作为 这的确是一个方向 好像这个命运有不同的面貌 好比说这个好像人类生存的这种处境 从生到死 似乎我们就是被注定的 还有就是所谓的命定的遗传 身体的特征 一些基因的遗传 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观 或者是种族等等 甚至海德格曾经说过 人都是被抛植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面对我们的家庭跟文化 甚至对特定的历史情境 我们也都没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余地 好像这呈现了很多不同的 命运的面貌 都是我们不能够自己控制的 可是关键在于 我们怎么去面对命运的方式 好比说老师刚刚讲到 庄子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在前面一节 也曾经提到过 卡谬的这种 对于人生处境的这样子的一个荒谬 卡谬的这个方式是做一个反抗 庄子的方式似乎是与之共存 或与之合作 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并了解到命运的时候 我们如何介入自己的这个命运 挑战并质疑它 或者是我们正面的跟它一起共存 还是就是有一种反抗的这样子的一种本质 你认为我们跟命运共存的时候 也相对的可以不太认命 你认为可以完全反抗命运吗 完全反抗命运 这个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好比说薛西佛斯 他可以选择 他不要把巨石推上去 但是他为什么又这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在对于 这种命运荒谬的本质的一种反抗 所以有人说决定论终究没办法 让我们失去基本的自由 林郑宏教授对决定论有很好的分析 他认为决定论后面的一些结论 并不是完全可以成立 比如说决定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说 对注定会发生了无法规避的 无法避免的行为 行为人就没有决定要也不要的自由意志 他推认到最后 人终究还有一个自由意志 像薛西佛斯可以决定还是推上去 就像你被强盗用刀抵住你的脖子 要钱还是要命 这个你都不要做选择 选择是没有多大意义 你唯一对你有意义的就是什么 你有抵抗的自由 是 终究不一定成功 确实极可能不会成功 但至少你可以抵抗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就行为人对非其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为 不必负任何责任 这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有责任制度 我们还有法律制度来 让我们非负责任不可强力的 你看所谓的意外 你不注意 其实你应注意 不注意而意外 所以你还是要负责任 你不能说这完全是意外 世界上只要跟人有关的事情 大概没有百分之百意外的吧 因为一定跟你所作所为有牵连 所作有牵连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来理解 我们如果要保留一种恰当的命运感 正确的命运观念 是不是还是一样要让决定与不决定 或者说自己决定 或是由他力决定中间维持一个平衡 我想要能够非常明显的去辨别 是自己决定或者是他力决定 那这个其实就是 人虽然受限在这个命运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却可以凸显那个自由的那样子的一个能量 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我们可以去辨别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去决定的 其实积极自由 我们其实是靠勇气承担 靠意志来 遂行我们追求理想这样的一种终极的盼望 说终极来讲真的 就像佛教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因为现实的情况让我们会怀疑那个因果 怎么他也没有做什么好事 怎么就奏享富贵荣华 那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连要生活下去的一些资源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比较科学的理性的 或者预防的角度来提防不幸的命运的来到 我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就是孟子 他认为人有所谓灰命 灰命就是说不晓得一个正确的生活之道 或是生命之道 而你违背的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规律 比如他说君子不立乎严强之下 这什么意思 就不要在那个快要倒的墙下 站在那快要倒的墙下 看起来不会倒 其实他可能倒的墙下 你真的在那边就有可能死于灰命 他认为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灰命 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的生命 那波斯古话有这么一句话说 虽然你明知道你注定不会找死 但你不要随便走进一只大蛇的嘴巴里面 你走进去是必死无益 自找自己找死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来慢慢思考 命运还是有它的对我们的一种特殊的意义和趣味 你觉得命运一定会开我们的玩笑吗 我在之前有提到说 命运都开穷人的玩笑 不必然吧 我想这个 我们前面提过 就是说大家会有那个命运的感受 多半都是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当成玩笑 会不会比较好过 如果会比较好过 你就把它当成玩笑吧 可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不如意的事情 这个激发你或挑起了你的命运感 那么我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大家 就是说那不妨好好认识自己吧 有的时候恐怕是我们对自己的性格不了解 然后造成跟别人的沟通不良 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因为我们认识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如何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 以及你的遭遇 我们用俗话 有的人觉得自己做拍名 还是拍文 其实是自己造成 其实他只要预先做准备 他很清楚的认识对方什么样的人 你就少跟他接触 他就不会替你带来拍文 还是说给你做拍名 比如说手架挥人 就当初你就做一个了断 或者说晚一点了断 比如说纵使结婚之后 你们早一点结束你们的婚姻 你就结束你们的拍名 你的拍名 见到人 确实会造成一种命运不好的感觉 但你可以提早结束他是不是 或者是说很多受家暴的妇女 她为什么不愿意脱离婚姻 那么她看来对于这个所谓的暴力家租在她的身上 有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确的认识 是不是有些人太认命了 是或者是她认为这个所谓的打是情骂是爱 她还受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影响 那我们不能说她要负多大的责任 但是她也没办法完全回避她 所以拍名 所以拍文的一些责任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做这样的小小的一个结语 说纵然命运存在 或者她不存在 其实命运的存在是一个不是一个实然性的 因为主要是命运感 还有我们就形成一些命运的观念 自己作简自虎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命运的观念 放入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底层 让她发挥正向的力量 比如说就不再那么认命而知命 我们还可以安身又立命 所谓的孟子说 腰瘦不二修身以四肢 用修身来超越你的腰跟瘦 就有人短命有人长命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你好好立命 好好过你的生活 展开你所谓的生活的智慧 去追求你的生活的理想 我想命运就不会一直开我们的玩笑 我们终究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虽然这往往只是一个盼望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进到这里 谢谢 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